寶斗裡被拆 要蓋豪宅 土地暴力至少上億 但是目前臺北市政府喊得出來的 開罰金額不到兩百萬 除了寶斗裡之外 因為蒙甲是臺北第一個開發的城鎮 其中貴陽街更曾經有臺北第一街的美域 附近寺廟古蹟林立 是臺北很重要的文化的地方 但除了部分古蹟保存之外 文史工作者說 當地有很多在清朝 還有日治時期的建築 沒有受到任何保護 任憑建商拆除開發新建案 昔日的第一街要如何保存 是當地最大的困難 用串目搭建而成的朝北醫院 已經有93年的歷史 臺灣傳統的紅磚屋 結合西方的巴洛克風格 這裡是臺北第一條開拓的道路 從清朝到近代 記錄下臺灣的文化發展過程 箱子裡還有很多的臺灣老專房 但缺乏完善的政策保護 面臨拆遷的危機 以下的古蹟法絕對不可能認定 這個東西叫古蹟 問題是它在這個城市裡面 存在的比例還有多少這件事情 沒有被討論到 也就是如果它太掉了 那對方角來說 我們可能就看不到這種房子了 那個是很大的流失 那再來是住在裡面的人 它那個故事也沒人知道 俗話說一府二路三蒙甲 未在萬華的貴陽街 是臺北第一條發展的道路 清朝時泉州的漢人 在臺北開墾時 跟當地平埔族在這條街交易番薯 所以從前被稱為番薯市街 日治時期街道拓寬取值 並融入大量的西方及日式建築 打造出臺灣的特有景觀 現在的盟駕 許多寺廟被列為市定古蹟 但其他散落在各處的特色建築 卻逐漸被都更拆毀 萬華這個地方 其實現在的外來人口非常多 那早期的住民 人口外移非常嚴重 所以它就會造成一種 對於在地 舊有的文化認知的差異 不管是來租在這邊 或是來這邊買房子 其實它對過去不了解 對過去不了解 或者是不想了解 日期人甚至有地主強拆 佔定古蹟薄斗裡 引起各界的批判 文史工作者黃世尚說 萬華缺少歷史古蹟的保護規劃 希望能在開發和文化保存 找到一個平衡點 這個不是今天才有的問題 在對於萬華的文化政策 它具有高度的文化政策的保護 向來都不存在 OK 所以那個事情是我們很希望 我們犧牲了一棟 這個包斗裡的這個地方 但是未來其實陸續都會很快的發生 第二個第三個相似的案例出來 所以應該還是要回到 我們怎麼樣去檢討 該區的那個歷史特區的劃定 或者是說開發的那個限制等等 黃世尚說 希望政府能夠協助新舊居民整合意見 讓這座老城能夠繼續留在這裡 說台北當年的故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